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一些政客 包括美国防务部门的领导 不断攻击中国 试图污名化中国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在这场抗疫斗争中 中方始终秉持 公开 透明 负责任的态度 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 第一时间同世界各国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积极评价 美国一些政客 推诿责任 极力甩锅 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和一己私利 这种做法是极其自私的 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对此中方的态度清晰明确 这个锅我们绝不会背 底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